信輝飆到68.5 信國155 你看 全部都是很整齊的 飆到最高之後連8根的跌停 所以這些部分都是 生技股一個非常特殊的特色 新藥解盲成功 新藥的解盲 解盲這兩個字是 生技股的春藥 也是很多人不曉得了 我是說去買到高峰的人 最後的毒藥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高端情況 這個我們不是省 這個由市場來做決定 由你我之間 你看了這些訊息之後 你自己做決定 但是這些生技類股 很多人當時去年 在買到天國 或者是相關生技類股的時候 最有名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想買的時候我買不到 我想賣的時候我賣不掉 我想高端事件分成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股價 股價會不會再創新高 甚至到一個大波段新高 會 那你在現在你可能不會相信 那你隨著漲停一直上去 你就會相信了 所以我想建議元寶們 再怎麼漲你都不要買 都不要買 因為我想買進去之後 你每天提心吊膽的 這個絕對會是 所以你看當時的這樣一個建議 連續六根的跌體你躲過了 那我陳鋒還有可能會在這裡 即便是他會創新高 還有可能會在這裡叫你買嗎 完全不會 那我相信他目前 漲停所住一定又是在1萬張以上 8000張1萬張以上 這個都是特定人士加掛上去的 不是排隊等著買的 是加掛上去的 再講一次是加掛上去的 他不是真的有這麼多人 想要買高端疫苗 所以他會製造這個假象 會讓你看到去 掛好多好多人要買 拜託你先問你自己 你敢去打嗎 元寶們你問你自己 你敢去打嗎 如果你敢讓你去買 我舉雙手戰勝 如果你不敢 那你又何必去討論這一檔股票 沒有意義的 討論沒有意義要實際買進 可是如果你問陳鋒說 能不能買高端疫苗 我說我不知道我也不會 請問陳鋒說